我们还有一个scoreX还没有演示 就是允许我们的一个屏幕 让我们人为的进行一个左右横向的一个滑动 我们也可以来进行一个设置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直接可以在这边复制一段代码 把这段代码给复制 复制一下 我们进行一些修改就可以了 首先把这边改为X对吧 然后没有的东西我们先删掉 保存看一下 这个两块会有一些冲突对吧 那么我们在这边我们设置一下 我们设置一个money OK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下面的一块 下面的一块东西 然后自然要让它进行一个左右的一个滑动 那么首先我们scoreX肯定是需要设置的 对吧 另外我们要用到布局上的一些相关的知识 我们之前有用到一个flex对吧 那么我们在这里container我们就需要加给它了 我们给它一个container container完了之后 这边并没有什么卵用对吧 所以说我们还需要给它一个布局的一个控制 就是让它不换行 那么不换行怎么设置 我们在这边我们需要加一个white space 然后再加一个它的一个属性内容 叫做一个no wipe 好 设置完之后 为了让我们可以左右的移动 所以我们这个wise 我们不要设置成100% 我们把它改为250rpx 好 这个时候改掉了 那么当然我们上面的也会跟着改掉对吧 好 然后它还没有进行一个 我们虽然使用的是一个no wipe 对吧 但是它并没有一块一块拼接上去 所以说对于它们一个单独的元素 我们也需要进行一个设置 我们需要把它增加一个display 并且里面的属性叫做什么 叫inline 好 可以看到 现在我们这边已经横向的进行排序了 对吧 我们把鼠标移动 哎 发现可以了吧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成功的可以去进行一个左右滑动了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属性也没说吧 就是这个 score left 就是当我们在设置 就是跟这个是一个相反的 这个是一个设置横向的一个它的一个距离 我们也可以在这里面试着去设置一下 比如我们可以设置成150保存编译 可以看到它这边其实是已经直接过来了 这个就是一个score left 那么这个横向的排序是有什么用的 这个的话我们在后续是应该会用到的 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会看到一些视频 我们看到短视频上有一些分类 有一些分类在顶部 它顶部会有很多的分类 第一个是首页第二个比如说娱乐 然后是一些什么像预告短片等等 它都会以一个分类的形式在这边排下去 然后排下去的时候 我们可以人为的去进行滑动 因为它的一个分类可能会有很多 那么往后面滑会有一些比较在排在后面的一些分类 我们也可以去进行点击 不然光靠我们一个这一块区域的话实在是太小了 融幕下我们去一个进行展示的 所以说我们肯定是会用到一个Score of View 这样去进行一个设置 好OK 那么关于Score of View组件 一个是横向 一个是纵向的 我们都讲的差不多 在课后呢 这一块还是比较重要的 希望大家好好的去进行一个练习 然后看看这个是昨天 一个建设标准备 一个和暗位的 晚上小时 我们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